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当中的王雨嫣也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剧中她由不问世事的小龙女变成敢爱大汉的王雨嫣 角色虽然有着很大的状况 但是李若彤确实拿捏得十分的爱 不得不说女神的演技让人非常的敬佩 不过在前不久 李若彤也是在微博上频繁了和粉丝互动起来 这一举动也是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女神和自己的亲近 虽然李若彤如今也是有四十多岁了 但是从她微博晒出的照片来看 女神还是女神 感觉丝毫没有变老的痕迹 但是在最近热播的肉破仓穷中 信心的观众肯定 却是发现剧中的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憔悴中带着一些疲倦 脸上也是显得特别油 给人们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老 不知道是拍戏需要 还是说曾经的女神 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此 爷爷网友猜测李若彤可能是打了波尿酸 毕竟从照片看来脸部的表情并不是很自然 反差也很大 和她最近在微博上晒的照片有着很大的区别 微博上的自拍显得是风采依旧 但是在制造中的她却显得老气 这也难免会让网友们怀疑 但也有网友猜测李若彤是在照片上采用了P图的技术 所以显得还很年轻 其实小脸觉得 不管怎样 李若彤作为一个明星 在自己的照片上有过修饰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哪个女人不爱美呢 就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发朋友圈都是要美颜 更何况是女神呢 再说了我们喜欢一个明星 并不能只喜欢人家的外表 而应该看中她的演技和为人 各位小伙伴 你们觉得呢 对于李若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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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 受尽量的 对于李若彤 这都能看到 对于他分析力还会 对于李若彤 但是我所谓的